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钢琴上放一个小小的雕像 应该放谁呢 放我就没必要了 我觉得还是放放贝多芬吧 放贝多芬为什么呀 音乐天才呀 你放在那儿能激励你弹钢琴吗 对对对 挺好的 对吧 不过你现在弹还不行 为什么呢 你现在弹还是属于练习的阶段 对不对 还弹不好 都是不协和音 是噪音 我估计也只有贝多芬 人耳聋能受得了 人在这儿能受你影响 心情不好 你少啰嗦 你就找机会打击我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没有听觉的音乐大师 马上进入阅人无数 阅人无数 让恩泰为您翻阅一下 今天的日历 今天是2006年的12月16日 今天的农历是10月26 星期六 我们首先要介绍的 就是这位没有听觉的音乐大师 贝多芬 他是1770年12月16日出生的 他出生于德国的波恩 他的作品如果要说起来 恐怕要拉长长长长长的一条清单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 命运交响曲 欢乐颂等等 贝多芬 我们公认的天才 从小就展现出了音乐方面的天分 4岁的时候开始学音乐 8岁的时候公开演奏 11岁的时候 以钢琴演奏极兴曲的才能 展露头角 25岁成为钢琴名家 名造乐坛 不久呢 他作曲的声誉也是渐渐的提高 但是听力在这个时候 也慢慢的减退了 贝多芬在30岁的时候呢 给医生的信中提到了自己的耳聋 说他在森林里听不到了 牧羊人用笛子吹奏的 欢快的管乐声 贝多芬的耳阔呀 非常的大 外形呢 耳阔的外形不大规则 许多耳科专家认为 贝多芬的耳聋属于耳膜硬化症 是经受了高频震动过多的原因引起的 是不是小时候经常拿耳朵贴在钢琴那听音乐 我估计是不是经常跟这个 长时间的演奏有关系 这个我们都是推测 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 没有那种扩音器 你再怎么弹 也不可能像现在这种高音喇叭 那么大的一个声响和能量 也是 你说呢 我觉得一般这个有天赋的 有天才的人啊 都会非常有个性 贝多芬的不仅仅在音乐上 遭遇很深 而且的个性也非常的不一般 桀骜不驯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贝多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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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一位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 马连良先生 他是在1966年的12月16日去世的 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马连良是四大老生之一 也就是说京剧当中的那种老年男子的角色 他比较擅长表演 从14岁开始就演老生 小孩就演老人 你看 其实表演上挺有难度的 而且那个时候 据说马先生还有一点点大舌头 但是呢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先天的不足 更加促使他在后天呢 异常勤奋的去努力和练习 比如说这还有一个例子 有一个清扫工人啊 天天要路过马先生的院子 每天早上都能听到他在唱 结果后来这位清扫工人 也能唱好多段京剧里的段子啊 也能登台演出了 耳濡目染耳濡目染 这也是属于一种 受马先生间接的这种教导 这说明他也是情学苦练啊 非常的用功啊 对 还有一个事特别好玩 就是马先生上台 非常讲究台风 他有一个三白原则 哪三白呢 这衣领要白 袖子要白 水袖要白 还有鞋底要白 他是非常讲究台风的 也是出于对观众的一种尊重嘛 你像那个领子也好 水袖也好 那白起来不难 关键这个鞋底 它要白是挺难的 每回马先生一丝不苟 上台之前都要好好的去擦那个鞋 我觉得这也是反映出这个老艺术家的这种认真的精神啊 马先生是一个得意双心的艺术家 好 那下面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呢 是我非常喜欢的女作家 1775年的12月16日出生的简奥斯丁 她是英国历史上一位才女 一位享誉世界文坛的才女啊 她的作品 Ama 傲慢与偏见 我们都很熟啊 傲慢与偏见 好像李安后来也翻拍过啊 对 她呢是出生在英国的汉普郡 父亲是一位乡村牧师 其实没有受过多少的正规教育 但是在家中呢 涉猎了大量的书籍 阅读啊 非常多 其实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称她为 奥斯丁小姐跟何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在20岁的时候 她曾经和一位律师相恋了 可是呢 奥斯丁的父亲不同意这门婚事 因为她觉得 对方这个律师啊 是一个穷小子 所以极力的反对 后来两个人分开了 劳燕纷飞 各西东啊 奥斯丁也非常的伤心 但是事实证明啊 她的父亲没有眼光 看错了这个穷小子 这位律师 后来这位律师成为 爱尔兰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了 可见这个女孩子啊 如果受了爱情的伤害 可能一时很难拔出来 而奥斯丁是用了一生的时间 都没有拔出来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乌山不是营了 所以有人说 她是爱情的旁观者吗 因为她自己描摸这个爱情故事啊 那么的生动细腻啊 但是她自己却一直没有爱情 所以被称为爱情的旁观者 她也不能说是没有爱情 只是曾经的爱情没有开花结果 初恋的失败就像一个阴影一样 一直围绕着她 让她自己呢 一个人静静地度过了 并不长的一生 可以说她是一直在家里 自己写小说 在描绘爱情啊 奥斯丁写的都是自己非常熟悉的生活 大多呢是苏格兰乡村和邻近地区中产阶级的生活 其实她描写的生活圈子非常小 但是呢里面的人物却是栩栩如深 刻画的非常的细腻 就像恩太说的 大家都说她是爱情的旁观者 其实爱情这个词是足够用一生来描绘她 也未必能描绘完的 那种美好的爱情的这种景象 还是很让人羡慕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几位 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 有事天天说 有事天天说 周权你这几次从安徽来北京 还经常给我们剧组的人带茶叶 我不知道你自己平时喝茶多不多 就是因为我不喝茶 所以我才把茶叶带给大家 因为我们安徽啊 说实话是一个产茶的大省 大家非常熟悉的什么 陆安瓜片黄山毛峰太平侯奎 都是好茶 还有奇门红茶呢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和茶叶有关啊 不知道周群你有没有知道 这个茶叶和美国之间 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应该说茶叶和咱们中国 有密切的关系 怎么会和美国有密切的关系呢 可以这么说啊 如果没有茶叶 这个美国什么时候建国还不知道呢 你这有点故弄玄虚了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在历史上 1773年12月16日发生的波士顿清茶事件 这就是我们今天有事天天说的主题 要说这件事还得从茶叶开始说起 我们中国人爱喝茶 其实这个美国人 英国人也挺爱喝茶的 你知道吗 美国人喝茶的习惯 其实是欧洲移民啊 带过去的 而且美国人喝茶跟我们不一样 美国人喜欢把茶里加上 柠檬 糖 还有冰块等等 他们特别爱喝冷饮 所以呢 在茶里也会加上冰块 把茶和冷饮结合起来呢 现在就很流行 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都爱喝冰红茶 就是这么来的 从美国来的 对 他们挺简单的 我觉得美国人就是崇尚自由简单 因为欧美这些国家 喝茶的历史 可能没有中国长嘛 其实中国这个喝茶呀 很早就开始了 不过有一个细节要说一说 在唐代以前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炒制的工艺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是没有茶壶的 一般来说 就是拿这个生茶叶 放在水里 还有时候加一点点盐 然后直接倒在碗里喝 所以如果我们在电视 或者是电影的作品里面 看到说唐代以前的人 用茶壶泡茶 那这个细节就是不真实的了 看来要想拍好古代的电视剧 有一个必要条件 就是要经常收看 我们的翻阅日历 我们给大家普及 这方面的知识 那在广告之后 我们会继续和大家